Good day everyone!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又回到我们艺术教育的时间了 所以今天我们是学习四年级的艺术教育 艺术教育里面呢,我们必须要学会 催术笔,这一个就是我们的术笔了 现在我们可以翻开课本第38页 今天我们要学的就是课本里面的第38页 先让我们回顾我们上个星期所学的 上个星期,Madamore教你们如何吹 从低的C到高的C 对不对?来,我们来练习一次 低的C和高的C Madamore发觉有好多同学呢,你们在吹的时候 这个树笔的位置不是很对 有一些同学呢,他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这样子太高了 我们拿着树笔的这个姿势呢很重要 这个姿势必须要是45度 这样子 45度就是这样子 OK,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先回顾我们上个星期所学的 低的C到高的C 就是C,这个全部关起来 这边全部树笔的都有的 全部关起来 C,D,E,F,G,A,B,C 后面的是全程都在关着的 OK,然后我们吹一吹 Ready? 好 听得清楚吗? 那么我们再吹一次 Ready? 非常好 来 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动动呢 关紧的话呢 它就会出现杂音 就好像 这样子的声音 所以当你听到这一种的杂音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 检查看看自己的手指有没有把那个动关紧 好了 回顾好了 上个星期我们学的这一个 Do,Re,Mi,C,D,E,F,G,A,B,C OK 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什么呢 今天我们只要学两个 两个 两个音 这一个音呢 就是高的音 和 高的C音 和高的D音 我们怎么知道它是高的呢 你看这个C上面有一个点 然后 这个是树笔的前面 高的C音呢 它的前面的这个第二个东东是黑色的 就是被盖着的 后面也是盖着的 所以高的C音就是这一边和这一边是盖着的 所以其他的我们这一边是开着的 看到没有 OK 所以这一边呢 我们用左手 左手 左手 中指 中指 把这一个 第二个洞 盖起来 拇指 在后面这个 这个洞 关起来 所以右手呢 就用这一边 顶着它 OK 姿势 45度 来我们听一听 这个高的C是什么音 看到吗 刚才老师吹的是四拍 大 四拍 OK 来 那么高的低音又是怎么吹呢 高的低音的音符是在这一边 它在这个线上的 上面第二条线的线上 这个是C 它在上一个就是D 这个就是高低音 高低音它的音符是怎么呢 你看这个是树底的前面 它只关同样的 它关第二个 那么后面的呢 后面的呢 它必须要把手开起来 后面不可以关 所以树底 这个高低音 我们树底只需要一个 就像这样子 后面是开着的 后面是没有把它关着 就是这样子 来 左手的中指把它按一按 所以右手的这个手呢 就在后面顶着它 姿势45度 来 我们吹一吹它的那个声音是怎么样的 听到吗 听到吗 试拍 好不好 那么我们再吹高的吸音 高的吸音是 现在老师吹高吸音试拍 高低音试拍 我们听看它的那个音是怎么样的 Ready 关好 听到吗 Do Re OK 现在轮到你们试试看 来跟着老师一起吹 准备 准备 行吗 来 再一次 很简单 很简单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这两个音符 我们已经学会了 现在我们再看看 我们的活动音 活动音呢 我们只会吹高吸音 还记得高吸音是怎么样吗 高吸音就是前面第二个跟后面 都是要盖起来的 OK 来 当我们还没有吹之前 老师先跟你们讲 这一个音符的拍子 这一个音符呢 是一拍 它是 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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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音节 总共有四拍 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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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 所以它连起来的话就是 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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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把那个音符 把它 结束掉了 好 四声过后就立刻停了 OK 好不好 大家拿起你的竖笛 把你的竖笛 按上吸音 吸音前面第二个跟这个 记得姿势45度 来 预备 听得清楚吗 最主要要把这一个 动动关好 再一次准备 跟着老师一起吹 这一只右手你把它点在后面 姿势45度 如果太高的话你就不舒服 要这样子 这个就是高吸音的活动 很简单 你们要多练习才能够把这个吹好 当你们这个高吸音的这个音节 这个活动音的部分吹好了过后 来 我们再看 高低音 高低音的这个 音符的拍子也是 也是一样的 只是它的音是高低音 就要高一点 高一点 那么它的音不是这样子 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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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该 supports 它我们需要加倍搭搭搭�斯抦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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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听得清楚吗 很简单对不对 来 再来一次 来 跟这老师一起吹 很棒 那么你们记得你们吹树笛的时候 你们吐气很重要 你们可以用那个舌头 把那个气停下停顿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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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你要控制你的气 如果你的气你没控制的话 你一下子大大声的吹的话 它的那个音会很难听 太那个很难听 所以不应该这样子 要控制自己的气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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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OK 非常棒 来 接下来我们看看 他的活动一的C和D音 来 在这一个格子里面的这个音符 它就是C C 这个拍子是半拍 半拍 所以它的拍子会稍微快一点 所以是 这个是CD 再高一点 这个难度会比较高的对不对 只要你们把你们的那个气控制好都没有问题的 来 准备好 C和D的分别 C是后面盖起来 D的时候就把后面拿起来就好了 来 听听老师怎么吹 知识记得四十五步 听得清楚吗 来 再来一次 跟老师吹一起吹 我们先从C C后面盖关起来 D的时候就把后面这一个拿起来 预备 所以这个就是C 高吸音和高低音的活动一 来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看 啊 他的活动就只有这三个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所以呢 我们的课就到今天为止 你们记得 没有 绝对没有 刷卡 你必须要多练习 practice make program 多练习 你才能掌握这个高吸音和高低音 来 老师再回顾一下 老师再回顾一下 我们上个星期 我们上个星期学的 上个星期学的 上个星期学的就是 上个星期我们学的就是 低头到高的头 所以这个盖起来 所以这个盖起来这边 这边一二三 左手一二三 右手把下面的一四五六七盖起来 记得要把它盖紧 姿势四十五度 来 从低 西到高 西 这样子就是我们把那个东盖不紧 关不紧 来 再来一次 把这一个学好了过后 再来 高西和高低 或者我们从低 西到高低 OK 试试看 关不紧 哦 再来 来 所以上个星期学低西到高西 这个星期学高西跟高低 记得绝对没有short cut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好不好 所以老师希望你们可以多练习 多练习了过后 再吹给老师听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此为止了 所以谢谢孩子们收看 我们下课咯 拜拜